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6号的VOA卫视 我是萧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中国应该为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行为承担责任 墨西哥总统选举的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涅脱获胜 但对手仍不承认败选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热衷工艺默默耕耘 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最新一期的看天下节目 我们今天还想隆重推出新的栏目 虎麻精 不过我们先请VOA卫视的新闻主播易华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易华 墨西哥总统大选的消息 墨西哥总统选举的最终计票结果显示 培尼亚·涅脱获胜 但他的对手奥夫拉多尔仍然不肯承认败选 理由是选举中存在舞弊现象 星期四晚间墨西哥总统选举99%以上的选票 已经清点完毕 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涅脱获得的选票 超过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将近7% 这个计票结果经过证实后 意味着革命制度党将重新执政 革命制度党曾在墨西哥执政70年 直到2000年 奥夫拉多尔要求重新清点全部选票 他继续指责革命制度党会选以及恐吓选民 星期四奥夫拉多尔在记者会上说 革命制度党在星期天投票前向选民发送礼品券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努力 让中国为其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行为承担责任 奥巴马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小镇 做竞选演讲时表示 美国人民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星期四奥巴马宣布 就中国对美国生产的汽车 征收30多亿美元新关税一事 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 奥巴马说 以往美国曾经六次向世贸组织提出 针对中国的申诉都获得了成功 奥巴马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 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活动 这两个州对11月的总统大选十分关键 奥巴马星期四告诉支持者们 他正为争取一种安全感而奋斗 他把这种安全感称作美国的基本协定 也就是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 承担责任就会得到报答 接下来是一则相关的消息 美国星期四就中国对部分美国生产的汽车 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一事 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这是奥巴马政府第三度向中国发起的 这是奥巴马政府第三度向中国的贸易补贴行为发起挑战 请看卫视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星期四宣布 美国已向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对美国生产的汽车 征收价值30多亿美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提出磋商请求 柯克表示 奥巴马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对中国滥用其贸易法律法规 违反国际贸易承诺 阻挠进口美国商品的行为发起反击 正在俄亥俄州开展竞选活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就此发表讲话 奥巴马说 我一直努力拯救美国的汽车工业 就在今天早上 我的政府采取了新的行动 针对中国政府以不公平贸易做法伤害美国汽车工人 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 中国商务部去年12月宣布 对原产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轿车和越野车 征收2%到12%的双返税 为期两年 中国指称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 到目前为止 约有9万2千部美国出产的汽车 被中国征收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涉及的车型包括克莱斯勒的吉普木马人 大切诺基 通用汽车的别克昂科雷 卡迪拉克CTS和欧哥TL 在此之前 奥巴马政府还对中国限制从美国进口钢材 和限制对美国出口包括稀土在内的工业原料 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 VOA卫视林峰 华盛顿报道 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 分析人士说 美国希望借助和亚洲盟国的安全合作 重新确立自己在亚太国家的定位 请看以下的报道 在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22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 为期9天的卡拉特2012美非海上军事演习 也在菲律宾南部的海域展开 美国民间学术机构 美国亚洲研究所的安全问题专家 亚伯拉罕·丹马克说 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出发点 是确立自己亚太强国的地位 我们希望维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 上个月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对越南进行了历次性的访问 他说 美国希望在2020年前 把美国海军军力的60%转移到亚太地区 我们希望和越南等国建立更为有利的防务关系 这样我们可以向其提供培训以及他们改进防务能力所需要的其他帮助 菲律宾也希望借助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获得更多的援助 与此同时 美太两国正在探讨美国在乌达堡设立永久性空军基地的问题 不过 美国亚洲研究所的安全问题专家丹马克说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也面临一些挑战 这种战略转移和冷战以及约战时期的做法完全不同 重返亚太是一种新的策略 规模更小更加灵活 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 这个策略必须是可持续的 中国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表达质疑 北京认为 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南海研究所的院长吴世纯说 在我看来 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急转弯 目的之一就是遏制中国 而美国的军事官员则多次强调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演习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卸任后保持低调 但这个星期 他在非洲公开宣传由他提倡的预防与治疗子宫颈癌的计划 小布什卸任后仍希望保持低调 以身作则来带动人道主义项目 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 卡布韦与当地的义工一起工作 修整当地一家为妇女提供早期探测 和治疗子宫颈癌的诊所 布什卸任美国总统之后 参加了人道项目 带领对抗子宫颈癌 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有关项目 筹得超过8500万美元 但是他并不想做项目的代言人 他希望在媒体视线之外 默默地耕耘 我不想新闻曝光 换言之 默默耕耘是最佳方式的服务 布什与太太劳拉在赞比亚探访当地的孤儿院 很多孤儿出生时 就带有艾滋病毒 这些儿童之所以仍然生存 是因为布什总统在2003年发起的 对抗非洲艾滋病行动计划 为当地提供数以10亿美元计的药物和治疗服务 布什非洲此行 充满着感人的拥抱和拍照留念 我相信自由对于和平非常重要 我相信自由还包括免除疾病 所以劳拉和我努力投身于这些计划 虽然布什希望他的善举不为人所知 但他正在走其他前任美国总统走过的道路 这条公益服务之路 帮助最近的几位前总统修复了他们的公众形象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卸任时有性丑闻的阴影 卑职与白宫实习生有染 但是他参与公益事物得以修补公众的形象 例如他与前总统老布什一起 为2005年的南亚海啸灾民筹款 美利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埃伦·利特希曼说 虽然前总统吉米卡特一届任满之后 在1980年的大选当中惨败 但希特曼说卡特目前想要有胜誉 原因是他卸任之后大力的宣扬民主 并大力投生消灭鸡身虫疾病的工作 很多观察家认为卡特在卸任后获得的成就 远远超过了他担任总统的成绩 当然他卸任后的所有活动终于使得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看来乔治·布什卸任之后 在默默的耕耘中正在寻找他的历史地位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赞比亚报道 人口贩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美国国务院报告显示 全球有2700万人由于人口贩卖而成为强制劳工或性奴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交界 深受人口贩卖活动的影响 加州最近采取新的行动 打击证口贩卖的活动 请看以下报道 维吉尼亚伊萨亚斯15岁时 在家乡墨西哥被迫结婚 之后不久 他和他6岁的女儿被绑架 被迫进入了色情服务行业 记录片《沉默的沙漠》讲述了他的故事 伊萨亚斯现在积极参与反人口贩卖活动 他向一些组织介绍人口贩卖的代价 他在加州圣安娜的演讲中说 他们抢走你的孩子 把孩子交给另外一个母亲 然后给你一个别人的孩子 这样一来 母亲们就不太可能逃跑了 他们同时也威胁你 并且找人盯着你 伊萨亚斯最终逃走了 并且为他的孩子交了赎金 电影制作人切罗·阿尔瓦斯蒂和说 全球化和移民使人们从一个国家 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 这些移民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阿尔瓦斯蒂和还制作了一个在线游戏 帮助年轻人增进对人口贩卖问题的了解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大多是年轻人 其中有80%被迫从事色情服务 20%成为了强制劳工 在每五个被贩卖的人口中 就一个是儿童 洛杉矶的官员们最近宣布推行一个教育项目 提醒司机和巴士乘客们 注意年轻人被贩卖进入色情行业的问题 洛杉矶县警长李贝卡说 这些年轻人是受害者 不是罪犯 收费色情行业中有数百 也可能有数千名年轻女子 甚至18岁以下的女孩们 那些控制这个行业的皮条客们 才是我们真正要对付的人 在加州11月的选举中 选民将就一项打击贩卖人口的法案进行投票 法案要求对人贩子严加惩处 对受害者提供帮助 并且要求罪犯们公开他们的网络身份 这项活动的推动人是前Facebook网站执行官克里斯·凯利 我们想确保Facebook和其他网站 比如Cracklist和Backpage 能够追踪那些性犯罪者 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 你们以后不能在网络上进行这些行当了 维吉尼亚伊萨亚斯说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必须重新获得他们的尊严 过去发生的和现在你所经历的事情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价值观和你的力量 没有人能够从你身上把这些东西夺走 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的 伊萨亚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是有希望的 美国史密森学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民间艺术节 今年艺术节的主题之一是 华盛顿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 很多首都居民保留着他们的美国传统与非洲文化的根源 并极力把艺术与音乐传给下一代 有关详情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这些表演者利用音乐与舞蹈 展示出首都华盛顿东南区黑人社区内根深蒂固的非洲传统 这个舞蹈团正在表演Tarotibo舞 这个来自非洲南部的舞蹈 集合了军事步操与非洲传统 这类的文化展示是今年史密森学会民间艺术节的中心主题 阿莱斯科特是这个舞蹈团的负责人 他说这批表演的青少年正在学习当中 了解了他们的非洲文化的根源 Tarotibo向他们传授历史 教他们互相尊重 尊重社区和长辈 还让这些年轻人懂得 整个社区要团结一致 不要独断独行 才能让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自立 史密森学会民间艺术节这个部分的主题 是庆祝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南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创造力 表演展示出居民之间的联系 以及他们如何透过舞蹈 艺术与音乐 将文化历史传给下一代 受到非洲文化影响的艺术 尤其是墙上的壁画 在首都华盛顿东南社区处处可见 艺术家杰伊·科尔曼说 他尽自己的所能 帮助社区的邻里保留传统 艺术家杰伊·科尔曼说 很多传统已经透过东南社区 透过教堂 透过舞蹈代代相传 永久保留 所有已经成为社区活动一部分的文化活动都非常丰富 这个社区很坚韧 我认为他们很值得表扬 因为很多首都华盛顿 很大部分有名的文化根源都来自于东南社区 讲故事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的丰富的文化传统之一 巴巴西是讲故事的能手 他用故事传授黑人的历史 首都华盛顿原本没有这么自由 非洲人后裔不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自由行动 当年我们很多人在东南社区找到弃身之所 东南社区给人的印象是一无所有 但它又有穷则思变的优良传统 使它成为优点而不是缺点 饶舌歌曲发源于非洲裔的美国人社区 但其根源却是来自非洲的勇唱 这也是民间艺术节的表演节目之一 艺术节的主办者说 首都华盛顿东南社区的传统文化 很值得庆祝 很值得发扬光大 代代相传 美国军记者西姆金斯 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把镜头交还给主持人萧寻 好 谢谢一华 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将和VOA为施筑台北的特约记者 以及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进行现场连线 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回到VOA为施 台湾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市所涉及的贪污舞弊案件 在台湾引发高度的关注 不仅满英九政府的青年形象受到了质疑 在野党也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介绍一下这起案子的最新的情况 永泰你好 萧询以及所有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谢谢你 那么台湾调查单位今天再次约谈了 遭到这个收押的林毅市相关的案情是否有什么新的进展 请介绍一下 好的 因为林毅市它基本上也算是一名高官 所以它所涉及的贪污舞弊案件也引起民众的议论纷纷 那么大家都在揣测 林毅市所涉及的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来越大 那么事实上这也是台湾的调查单位就是特征组他们想要釐清的这个事实 那么在今天再次约谈了林毅市之后呢 根据了解林毅市表示这个案子是由他一人所为并没有共犯 可是调查单位呢就近日所搜集到的一些相关的疑似这个就是赃款的数字呢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那么林毅市他所得到的这些贿赂的款项 所以特征组非常的怀疑也就是高度怀疑 事实上这个案子之外呢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些案子 所以这也是他们现在想要釐清的重点 那么事实上呢林毅市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呢 现在都已经被列为被告了 那么罪名呢就是说包括了洗钱 湮灭证据还有做未证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林毅市的母亲啊 还共称啊把这个疑似赃款的这些钱呢 丢到了他们住家后院的池塘里面 那么还有包括一些可能是美金这样的赃款呢 也被烧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未来调查单位他们要进行证据鉴定的话呢 可能要多花些功夫在这个可能烧成灰的这些 余境上面的一些是情况 那么还有就是说有关于 林毅市这次所犯的这个涉及的贪污案件呢 也让台湾的媒体广泛的报道了 就是他的这个收受贿赂的这些金钱的手法呢 和过去的前总统陈水扁及其家人所涉及的贿赂案件 在手法上呢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大家还记得在过去台湾曾经出现的倒贬运动 也就是这个红杉军运动当中啊 林毅市在当时呢曾经在人群当中高喊 谴责贬贬家是非常的贪婪 并且也是处于这个贪毒的事件当中 那么对照于他现在呢自己也深陷这个贪毒的风暴当中呢 让人感觉非常的感慨 好的 非常感谢 感谢永泰 那么马英九总统呢 我们知道日前呢 他曾经表示说侦办这次案件的时候呢 要误网误纵 就是说不管是各个层级都要追查到底 那么目前马政府还有什么新的动作 好的 那么除了宣誓之外啊 那么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的早上 那么马英九总统呢将会召集 高达了44位的各个部会的 但算是首长了啊 要来举行这个廉政的这个伦理 还有反贪毒的座谈会 那么这样的一个座谈会呢 也吸引了媒体呢 即将会去做非常深入广泛的报道 看看现在的这些高层官员 还有台湾的总统呢 将会如何面对未来打击贪污的 一些重要的政策宣誓 那么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野党方面 民进党批停 就是打击贪污啊 并不是清谈能够解决的 他们希望马英九总统呢 能够拿出更积极具体的作为 来展现政府就是要扫荡这个贪污 情况的一些决心 那么民进党方面还指出 在马英九上任之后啊 事实上已经成立了像是连政署 连政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 但是由这一次的灵异式的案件呢 似乎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机构和措施呢 似乎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希望 马政府呢能够不要做表面功夫 要一定要拿出具体的行动的 让台湾民众对政府重拾信心 消息 好 谢谢永泰 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每当发生这个丑闻以后 这个媒体都会做一些这个民调 最近这个案件发生了以后 这个民调显示呢 马总统的这个支持率啊 有所下降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好的 那么像是根据台湾的有限电视台 在TVBS他们最新的民调查就指出了 那么在马总统的这个满意度方面呢 已经跌到了15%啊 这15%呢 可以说是马英九 他的这个满意度的历史新低 那么在不满意度方面呢 是高达了69% 将近七成 那么这个呢 也是历史新高 对于马英九总统来讲呢 这等于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啊 他执政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 这么低的这个满意度 那么在联合报方面 联合报基本上在台湾是一个非常 算是比较偏蓝的媒体啊 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这个媒体 那么他在社论当中也批评了 联合报指出 就是马总统他现在的这个支持度如此之低啊 他一定要拿出一些更具体的作为啊 来这个展现打击贪污的这个决心 不然的话呢 这个国民党这样的低迷的这个支持度呢 可能会影响 未来是否能够继续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就是台湾的副总统吴敦义啊 他日前和媒体在查询的时候 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了啊 就是到底林毅市这样的高官啊 涉及贪污万件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影响到马政府清廉的形象呢 那么吴敦义他认为说如果从一个人啊 他特别是表示说是一个人这样子做了这么大的一件错误的事情呢 应该不至于会冲击到马政府的清廉形象 不过他也强调一夜之秋啊 所以这个马政府还是要相当的警惕 那么必须要来严正的处理这个事情 好的谢谢永泰给我们详尽的介绍了这个林毅市案件的最新的进展 还有马政府的这个反应 非常感谢你永泰再见 各位呢稍稍休息一下呢 我们等一下接下来马上连线在美国国务院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杨明 请他来做连线报道 请不要走开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卫视 欢迎回到VOA卫视 今天呢在巴黎举行了叙利亚人民之友的这样一次会议 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 现在人在美国国务院的VOA卫视的记者杨明 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相关的情况 杨明您好 您好 萧雪 您好 请你介绍一下今天这个会议到底有怎么样一个具体的情况 谢谢 好的 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约100个国家的代表 参加了这次在巴黎举行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将同有关国家举行磋商 讨讨如何加大对阿萨德政权施压 支持联合国和阿蒙特使阿南就解决叙利亚危机所提出的一些个计划 为呢 后阿萨德的叙利亚提供政治过渡 那么此外呢 美国和欧盟还表示 那么他们希望呢 这个 他们说呢 如果阿萨德呢 不迅速地落实日内瓦达成的 有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这个新的计划 将会对叙利亚实施新的制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叙利亚的这个 不过那个尽管呢 西方国家和这个阿蒙国家呢 一直在敦促 在推动结束叙利亚的这个危机和阿萨德的统治 那么叙利亚的全国的反对派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说呢 那么他希望西方国家和阿蒙加大对阿萨德的这个压力 那么采取更强硬的一些个措施 包括实施禁飞区等军事行动 消息 好的 杨明 我有报道说这个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的一个亲信 离开了叙利亚逃到了土耳其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好的 叙利亚人们亮望台说呢 那么这个阿萨德的一个亲信 叙利亚共和国卫队的将领 他名字叫做马纳福塔拉斯 日前呢已经逃到了土耳其 那么据信呢 塔拉斯呢曾经是阿萨德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准将 那么不过呢塔拉斯呢自己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叛逃 土耳其呢也没有证实塔拉斯目前人已经在土耳其了 那么阿萨德高级将领的叛逃是对阿萨德的政权的稳固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表明阿萨德政权的内部已经开始瓦解了 据不完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大约14名将领离开了叙利亚进入土耳其 还有数以百计的士兵开小差 是吧 那么前不久呢 叙利亚一名空军上校驾击 叛逃到了约旦 那么 消询 好谢谢你 那么最后想请问一下 美国对于这个叙利亚的高官叛逃 有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官员说呢 美国呢 这个对包括叙利亚安全官员 占领的叙利亚军人叛逃 表示欢迎 这位新闻官员说呢 他们很勇敢地去抵制阿萨德政权 害人听闻的行动 但是呢 脱离叙利亚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原因 因素如家庭等等 是吧 不过呢 他说呢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 脱离阿萨德政权 我们知道 在这个利米亚领导人卡扎菲倒台之前 那么就有高官不断纷纷地叛逃 从叙利亚叛逃到其他国家 那么在联合国授权的禁飞区 以及在内部的倒戈和反对派的压力之下 那么最终呢 卡扎菲重权呢 终于垮台了 小雪 好 谢谢VOA卫视的记者杨明 从美国的国务院 给我们做的现场的连线 就这个叙利亚的最新集市 做出详细的报道 马上回来带您去看天下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 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 VOA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家世国事天下事 世事关心 VOA卫视的看天下节目 带您了解世界 每个角落的人和事 世界各国的城乡居民 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生活更加美好 这就是本期看天下的主题 联合国人居组织 1996年的时候 发布了伊斯坦布尔宣言 这个宣言这样说 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 能够过上有尊严的 健康 安全 幸福 和充满幸福的 希望的 美满的生活的地方 我们先带您去看一看 墨西哥城 那里的城市街头艺术 墨西哥人喜欢反差 强烈的大胆色彩 而最近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使墨西哥城这座美丽的城市 更加斑斓炫目了 墨西哥城正在举办 城市画板节 从5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 九幅巨型壁画 开始出现在墨西哥城 一些地标性建筑上 这些壁画的作者 都是世界著名城市艺术家 比如乌克兰的卡茨基 西班牙的埃西夫和阿里 墨西哥的塞哥和萨纳 德国的赫拉库特 比利时的罗亚 美国的埃尔迈克 和土耳其的维尔斯 我们知道哪些艺术家 活跃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一个名单 都是眼下最著名的 我们从大约20位艺术家开始 最后定下了现在这九位 这些壁画画在酒店外墙 宇宙报社大楼 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建筑的外墙 如此巨大的壁画 艺术家们要用 5至10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们各显其能 使用彩绘 喷漆 模板 甚至雕刻等各种手法 而画面之大 他们必须借助吊车 和脚手架来一展身手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创作 我们的目的是向人们呈现美 让所有的人 不管男女老少 都能欣赏我们的作品 所以这是一件很积极的事 这些壁画会被保存至少六个月 如果业主愿意 也可以保留更长时间 宇宙报的老板 已决定保留报社大楼外的壁画 而且会派专人维护 成千上万的人 能够亲眼看到 他们喜爱的艺术家现场工作 还有机会跟他们交谈 索要他们的签名留念 随着这些新壁画而来的 是各种各样的自发性活动 比如养宠物的人会街帮来看壁画 骑车的人 还有践行者也会相邀着一起来 不少游览车尽可能调整线路 让游客们能够看到 墨西哥城的新色彩 城市画板节 希望凸显城市艺术推动 社会变化的潜力 利用艺术来改善贫困街区 一些古旧建筑的面貌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 摇向南美到巴西的 里约热内卢去看一看 里约热内卢不久之前 刚刚举行了一次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那么当地的居民 如何借这个会议 来向世界展示 他们为绿色发展所做的努力呢 接下来请看相关的报道 里约热内卢的沙佩曼盖拉捧护区 有好几个绿色项目 其中一个叫做城市有机农业 就是鼓励居民们种植蔬果 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还可以增加收入 大约25名学生 得到巴西可持续发展商会的帮助 照看大约20片家庭菜园 有关回收和环境的辩论 也进入棚户去了 其实他们早已经这么做了 因为他们的房子就是用那些回收的材料建成的 除此之外 他们还利用回收材料制作小物件出售 为这个项目筹集资金 对里约热内卢当地人来说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如何在棚户区植树绿化 我们不再放火烧林了 泥石流发生的少了 各种动物和植物重新出现在这个地区 自然环境又恢复了生机 除了这些 我们还开办了一些活动 比如环境教育 生态旅游 访问住在这里的居民等等 这些活动也能带来一些收入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社区的居民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期间 彭户区也举办了好几次绿色活动 向人们展示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为持续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离开南美洲 我们带您到南亚的乡间去看一看 说起印度的乡村 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 大地是破旧的房屋 直至坐享的牛车 但印度的乡村 也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 印度乡村的生活仍然很辛苦 不过近年来 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的提高了 食品价格上涨 虽然让政客和城市消费者抱怨不止 但农民的荷包却因此满了许多 政府的补贴和宽松的贷款政策 鼓励农民投资购买拖拉机和其他重型设备 农村消费市场逐渐形成 印度许多偏远的农庄 看上去更像是乡镇了 我们现在有了许多老辈人 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 像是摩托车 手机 还有其他电器 农村对机动车的需求格外强劲 我们发现买摩托车的人 有一半是农村人 只有一半是城里人 至于耐用消费品十年前 农村人根本不会买 最近几年来 这些商品大约一半也是被农村人买去 所以可以说 现在城乡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投资银行瑞士信贷 最近在一份分析报告中 将这种模糊的城乡界限 形容为伟大的印度均衡 印度越来越多的人 都在都市型的建筑行业找工作 就像城市一样 我们正在盖很多新楼房 这里有停车场 塔楼 大房子 城市设施在我们村里一应俱全 无线网络在乡下越来越多 卫星电视节目 以及平板显示器也越来越多 商店销售的便利食品 很多老一代的人闻所未闻 如方便面以及美容商品等 过去我们使用木棍 或牛粪灰来清洁牙齿 现在我们就像城里人一样 用牙刷和牙膏 我们使用洗发水和价格王贵的 护腑油和护腑霜 城镇人们有的我们村里都有 对德维这位母亲来说 农村繁荣给年轻人创造的机会最重要 这个村子过去几乎什么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文盲 现在人们都会让孩子去上学读书 印度有大约12亿人 其中三分之二住在农村 由于印度整体经济停滞不前 政策的制定者将越来越把农村 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今天看天下栏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走进波兰的波兹南 看看那里的民众如何庆祝夏日的到来 夏至那天晚上 波兰城市波斯南的瓦尔塔河边 一万多人放中国灯笼 这是斯拉夫民族庆祝夏天到来的一个传统 每个灯笼上都写着一个愿望 人们让自己的愿望随着灯笼飞上天 这是我们心里的愿望 我们的灯笼有点小毛病 但我还是希望它不要很快被烧掉 灯笼在天上飞的时间越长 我们心里的希望也持续地越长 成亲上万盏灯笼 使波斯南的夜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太奇妙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 觉得特别特别的浪漫 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天上漂浮着这么多的灯笼 太有意思了 明年我肯定还会再来 组织者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五万盏灯笼 他们也有一个愿望 这就是创造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不久前 罗马尼亚人 以同时放飞一万两千七百四十盏灯笼 刷新了世界记录 好 这就是本期的VOA卫视的 看天下的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全新推出一个全新的栏目 也就是虎妈精 说起虎妈可谓是如雷贯耳 在VOA卫视全新的虎妈精栏目里面 我们的虎妈主播燕青 还有她的虎妈嘉宾 将跟您分享教子教育的心得 我们下期见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卫视节目 我是燕青 在美国的著名的一个月刊杂志 大西洋月刊这一期的封面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一位国际学兼政治学教授安玛丽 他在大西洋杂志的这个封面上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女人到了今天还不是说应有尽有 就是说事业和家庭还很难兼顾 说到这里呢 尤其是就是说这一点 写这个文章的不是别人 而且是美国著名的一个外交政策界的领军人物 他还这么说 在职场上奔波了这么多年之后 如今呢还是说 在我个人看来 家庭和事业还非常的难以兼顾 这呢就让人就是说不得不思考了 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里呢 可以说是世界上民主和自由度都相当大的国家 不管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女人呢 家庭和事业还很难兼顾 今天呢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两位嘉宾呢 分别是花亭博士 还有呢是王琴博士 花亭是这个一个社会学的博士 王琴是政治学博士 是不是 在美国呢也都很久了 然后先从这个花亭开始 你说在美国都到了 现在都是21世纪了 为什么还有这种说法在那 这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从正面的来讲呢 这也不能说明全是 就是总的来讲是进步的 你要是和20年前比 30年前比 今天还是进步的 但是呢进步呢也是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呢尽管还有这样的问题 但并不说明女人的地位没有提高 女人的地位没有提高 在为什么 当然是原因是很多的了 那你要是从这个 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整个社会对女人的期待 对吧 虽然说是20年前可能女孩子念完大学 30年前女孩子念完大学已经是很好了 那么今天念完大学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所以念完大学还不够 还不够 还要做很多很多别的 那当然 完了你要是进入更专业的领域 你要进研究院 进医学院 进这个法律学院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越来越多的女孩子能够进入这些专业领域 所以呢 尽管他们和男人比 可能还没有到齐头并进的这个程度 但是要看到这个从和以往比起来是有进步的 就是说上了大学 就是光有一份工作还不够 还好像就是说有那么一股势力在推着你说 是说不得不还接着往前走 但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走到什么时候为止 打住 让人就是说你觉得压力不会这么大 工作家庭各方面还能够兼顾一些呢 王岐你怎么看 我昨天晚上认真地读了一下这篇文章 我觉得韩玲玲那个花婷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观点的我是非常同意的 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其实的要求比较高 他所谓的不要要得到所有的东西呢 比我们一般职业妇女的期望值还要高一些 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教授 如果他在新泽西跟他的家庭跟他还在一起的话 他已经满足了一般意义上的来讲家庭工作兼顾的 那么他要到华盛顿来要主持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制定 那这时候呢就和他做母亲的职责了发生了冲突 大部分人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恐怕没有他这么大的野心 所以呢也就比较容易满足 觉得我们基本上还可以吧 就能均衡一下 人的潜能总是有限的 特别是女人到了一定程度上来讲 他和孩子和家庭的这个连接责任呢 总是要比男人要多一些 你刚才提到这个概念说是说 他这个比别人有更多的野心这一点 你说野心一听起来 尤其是女人 雄心 雄心壮志 还有就是说他过去的经历 他受的教育 他的所有的经历 让他就是说能够给社会做的这个贡献 能够达到了这个层次 好多时候呢是也许一些女的呢 做不到的 但是人家呢已经达到了这一点 你说就让他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两个teenage 两个十几岁的儿子 在家 然后他就不到华盛顿来 说奥巴马总打一个电话 安玛丽 我请你到华盛顿来 主持美国国务院这个外交政策 制定办公室主任的这个角色 你说有哪个男的会说 总统谢谢您了 现在不行 家里这个孩子年纪小 我过两年再说吧 你看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好像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 你今年四年一度的奥运会 你今年不参赛 你再等四年 有几个四年呢 而且就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换了四年 可能那个就是说 这个选民都不定哪个总统上台了 共和党的总统就不可能选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就是说一些智囊人物 像安玛丽来到白宫来做事了 你说这种机遇和这个就是说 自己的这种家庭的环境上 你要怎么选择 一个男的会不会说 总统谢了 下次再说吧 我觉得你这点提的很好 这就一个本质的问题 男人和女人和孩子的这个关联本质上是不同的 作为一个母亲 她有一个本质上的 因为她的先天的这个生理因素造成的 她对孩子更紧密的关联 如果她到了华盛顿DC 她做了这些事情 她会很得意 事实上成功了 但是她在另外一方面 她会觉得很内疚 她觉得对孩子没有负到责任 而一个男人做了这种选择 比如说她的丈夫 他们俩换一个角色 她丈夫可能就不会这么想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可以克服的东西 这个当然也在于就是说 每个女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要选 就是对于男人 对每个人都一样 你从事一样工作 或者是做某种选择 一定是有舍 有所舍弃的 所以就是对于一个职业女性来讲 如果她把事业摆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看得更重一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她势必要做出牺牲 那么有些人能够克服这个 或者是能够克服这个社会 对你的这些这种期望 你作为母亲的这种旅行的这种职责 那么有的人克服不了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下 她做出的决定 更倾向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这种天职 这也无可厚非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有很多女人确实是说 放弃的更多 放弃了家庭 放弃了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去追求她的事业 这也是可以 就是也我们也都知道 有很多这样的女性 我们就是说提到了这个成功的女性方面 前不久呢 我采访了一个美国国会里边呢 唯一的一位就是有华裔背景的 这么一位女议员 在我看来呢 赵美新议员就是朱迪处 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议员是怎么回事 朱迪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里面 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华裔女议员 她代表的选区 是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附近的第27个选区 朱迪的中文名字是赵美新 为什么说朱迪是成功的呢 其实这和她是国会里面 唯一一位华裔女议员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一点绝不是成功的全部定义 面对面的作者 赵美新议员 丝毫不给人怯懦的印象 眼睛里面似乎还含着火花 心里还揣着一团火似的 对她做的事还很在意 这部她刚刚在国会里面 成功的推动了 对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的道歉 做成这件事就让她感到非常兴奋 今年59岁的赵美新是2009年才踏入国会的 在议员里面实际年龄不算轻了 但是论起资历来 算是非常浅的 赵美新本人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说她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要增添资历 要在国会里面打持久战 对我来讲 赵美新议员 她说她是成功 我觉得她这个女人做的就是说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并不是说从传统的意义上讲 她孩子 丈夫各个方面 就是说一应俱全 而是在我来讲 就是说她今年已经59岁了 还有那么样一种拼劲 而且就是说她自己在心理上 可以超越社会上对她的一个期待 比如说她就没有小孩 然后跟她讲话当中 她丝毫不觉得 对自己好像有点歉疚怎么样的 自己哪点没做对似的 而是说我就是我 我选择了这个 就接着往前走 我觉得对男人和女人来讲 尤其是做对女人来讲 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那种心理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她非常强的一点 也是好多女人可能很难做到的 我相信她的背景 把她就是给她提供了很多条件 她能够做到今天这一步 包括就是说家庭的支持 包括就是说她的教育 这个她的教育背景 她能够说在相对比较潇洒的 来转换她的这个工作和她的这个职业 这个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有这种 这种背景或者这种有利的条件的 所以呢对于她来讲 当然呢她你也可以想象 她也要同时冲破呢 就是我们整个社会 对一个这个年龄的女人的一些期待之 比方说她应该是该干什么了 或者是她应该在家相互教授 或者她应该好好做她的教授 那么她选择了 这个走出自己的这种 很舒服的这个圈子 去闯荡一条新的路 所以从这一点上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说我认为她自己的环境 她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条件 给了她相当好的 这个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 我跟着花婷说 我今天能不能多当当反方 我觉得这个赵女士 我也很佩服她很成功 但是花婷说了 就是说她家庭给了她很好的条件 其实一个人想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比如说刚才看她转换了很多工作 转换了专业 那么作为我们新移民来讲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份奢侈 是不是 好的 然后去说一个概念很有意思 就是说工作家庭事实兼顾 要是一种奢侈 今天的讨论 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嘉宾 所发表的观点 都只代表本人 并不见得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 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s at voanews.com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 参加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新闻 at gmail.com VOA卫视 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到VOA卫视 刚刚送走火麻们 我们请江河带大家 到中国的网络火墙内外 去走一遭 接下来请看火墙内外 谢谢主持人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峰会开幕的当天 国家主席胡锦涛 弯腰捡起中国国旗这一幕 被电视画面 无意当中的进入了下来 在网络上热传 很多网友都直呼说是太感人了 从这段视频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出 深圳卫视对胡锦涛 捡国旗的举动 是赞美有加把这件区区小事提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曾经写评论攻击维权艺术家爱卫卫的环球时报自身编辑王文 他6月19号最早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帖子 说什么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合影之后 所有国旗都留在地上 均不幸被踩踏 除了一个国家 因为只有这位领导人弯下腰来捡本国的国旗 最后王文还加了一句话说 如果这人是奥巴马 微博中一定又是一片公知的狂欢 但的确不是 王文显然是用奥巴马来反衬胡锦涛的伟大形象 五毛党的官方领袖王文的顶头上司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立即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王文的这条帖子 而且还加了这样一句评论 真诚之举 赞 这主仆二人的一唱一和 还真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王文的帖子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将近16000次 几天以后 北京日报以主席一弯腰感动一万网友为题 再次介绍了胡锦涛捡国旗事件 转眼之间 胡主席摇身一变 成为世间第一爱国者 代表了中国魂 真相究竟如何呢 海外媒体从不同的角度对胡锦涛捡国旗事件进行了报道 法广也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的题目是 胡锦涛G20峰会弯腰捡国旗受热捧 被指小题大做 这篇报道说 有些人在反复观看录像之后才发现 这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有人就说了 不是那么伟大 不值得如此这般炫耀造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以捡国旗为题 发表了一篇媒体扎记 文中称 一些人通过以西方通讯社的图片原文说明为根据 把亡文之流的人彻底定在了自作多情 迫不及待的五毛党靶心上 40多年前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出阿波罗11号登月舱 踏上月球时 无限感慨地说 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只是一小步 但对整个人类来说 这却是巨大的一步 这句话非常靠谱 因此早已成为名言了 而胡锦涛在弯腰捡国旗时 万万也想不到的是 他处于条件反射所做的这个动作 竟然能被中国媒体拔高到 小举动引发大反响的境界 新浪微博由于这一事件的争议 而封杀了胡锦涛 胡主席 捡国旗作秀等词汇 甚至连代表胡锦涛的胡爷爷 也成了被封的敏感词 于是 有的网友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 写了他的名字 评论就会被删除 我想赞美一下都不行 有些人还批评网管疯了 连赞美五星红旗的帖子都删 微博上的许多网民 在知道真相之后 纷纷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网友潘尼沃 1983年的武侠说 我并不在乎谁把国旗踩在脚下 我只想知道谁把人民踩在脚下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见得多起 站住了 明天你是否还点击 人民被代表的你 明天你是否还点击 那时候天总是很安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诺将要有武器 得住却关在监狱 夏威夷鸡大声响起 还以为身在梦里 谁看了我上方写的喜 得把他丢在风里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VOA卫视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在这个小时节目的最后 我们带您看一看韩国的活动人士抗议 以该国恢复研究性补金的抗议场面 我是萧巡 接下来请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原爆表 中原爆表 中原爆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